林莎莎,身材高挑穿高跟鞋,接近175,是大学时候的班花,颜值不算最出众,但身材是真的要人老命,大学期间除了校花之外,就数她最漂亮了,可最后却便宜了我,原因是在那段她失恋的空窗期,我给了她平凡的温暖和安慰,让她在一毕业就嫁给了平凡的我,每次云雨过后,我都在想。 这辈子真的没有白活,少活20年都愿意,就因为她的身材太棒了,肌肤吹弹可破,大腿笔直又有弹性,傲人的宏伟真要人老命,可最近老婆很奇怪,原因是去了一趟同学聚会。 在聚会上老情人见面,同学们还在调侃,说要不是陈锋劈腿,也轮不到我这个小小科员娶到林莎莎这么个大美女,陈锋看我脸色尴尬,连忙跳出来打了个哈哈,说。 大家可别这么说,莎莎现在不也嫁得挺好的吗? 黄连好歹是个办公室科员,以后要是生了,那可是一方市长啊,咱们还得提前抱大腿呢。 我知道陈锋这事在给我台阶下,可这话听起来那么像是在讽刺,我只是个街道办的小科员,生一辈子也不太可能到市长那种位子。 爱于是同学,我也只能应付着打了个哈哈,这事就过去了,可当天晚上,莎莎就不让我碰了,凌晨两点多,我郁闷的起来,臭了根烟,却听到了莎莎说梦话都在喊陈锋的名字,而且面色潮红,似乎是在梦意。 我当时就醋意大发十分不爽,趁着她梦意的时间,直接就稳了上去,然后上下起手,还别说,在梦中的她比平时的劲儿都大了很多。 这一次,我完事后还在回味,而她已经沉沉睡去,可是她在高亢的时候喊的名字都是陈锋,没错,老婆嫁给我之前已经不是处。 她的第一个男人就是陈锋,我气急,但也没有办法,而她做梦都是和陈锋,我真是不爽到了极点,到白天的时候,我阴阳怪气了她几句,她就开始质问我,怎么? 黄灵你有病啊? 看我什么都不爽,你娶我干嘛? 我一下就来火了,对,我是有病,找个不适处的,你去找你的陈锋去吧。 我不说还好,一说立马点燃了导火索,她一下就蹦起来了,你什么意思? 同学会也是你让我去的,现在吃的什么飞醋? 真是有病,看来同学们说得不错,我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你还真不如人家陈锋混得好,我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了你。 我斜眼瞟了她一眼,好笑地说,是是是,也难怪你做梦都是人家的名字。 我一边说,一边观察她的表情,她脸色由微变,变成了京剧。 看来,昨晚上她真的记得做梦梦到和自己梦意的人就是陈锋,而不是我,真是骚得可以。 我还真以为她不记得这个梦呢,兴许是做了那种梦,她觉得有些亏欠我,所以一直到吃饭,她都好生好气地说, 老公,你吃醋,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我也希望我们的小家越过越好不是。 你是不知道,那陈锋自从我一进同学会,他就盯着我看,恨不得包了我似的。 老公,你可得抓紧时间,好好生,争取别让我太掉分了。 说着他还一边靠近了我。 为了求我的原谅,这次他很主动,完事后,可是我却感觉倒不一样,跟昨晚完全不一样, 他还是有些木讷,有些呆板跟死于世的,跟昨晚上那个风情万种的他完全不一样, 我内心嘀咕,这是对我没感觉了,隔天跟老同学兼大学室友的健波吐槽这事,健波喝高了以后,说了句, 嗨,当年你能追到林莎莎,我们这帮子兄弟没一个能看好的,觉得你就是陈锋的替代品,最多好不过一个月。 可是你小子死缠烂打,软磨硬泡,这也是你的本事,硬生生把女神拖到了结婚这一步,成了你的禁乱。 说句不好听的,老同学,当年大学的时候,莎莎和你出对象期间,没少跟陈锋见面,你觉得你当时戴没戴过绿帽? 他这么一说,我寻思了起来,是啊,当年我就是抓住了他和陈锋分手的空档,才有机会的,当年的陈锋和他,简直就是戏里面的金童玉女,天生一对,陈锋会跳街舞,沙沙会唱歌,两个人还在大一的心声迎心晚会上,展露头角,虽然比不上校花的那些组合,但在戏里面是出尽风头的, 反观我,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一个大学生而已。 普通本科,普通到在普通的人,闸到人堆里面,都没人能认得出我来,要不是靠着家里的关系,我都进不了街道,这样平凡的我,沙沙凭啥看得上我,还不是我死缠烂打,还不是我脸皮够厚,我就记得那时候,沙沙来了立驾, 还跟陈锋闹分手那段时间,连护垫都是我帮他去买的,在他看来,一个男的屈尊降贵的,去给他买这个玩意,是真的爱他,所以他才会最后嫁给我。 那个时候,我对他的包容是无止境的,我当时还答应过他,我说,即便是你跟陈锋复合,我也不会后悔,现在这样对你好,因为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就因为这句话,当时把冰山一样的临沙沙的心理防线给打破了,他慢慢接纳了我,可当时,是我自己自愿的。 哪怕他背着我和陈锋见面,我也认了,可现在,我已经结婚了,我才想起来这个是,当年,我和他是对象的时候,他和陈锋还见过面没有,就算是见过面,那睡了没有。 这才是我最关心的,也是我最揪心的,看我脸色难看,健波叹气道,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当年也就是你捡了漏,不然沙沙也轮不到你小子,重要的是守好以后。 是啊,健波,你说得对,我跟他好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处了,但他现在是我名正言顺的老婆,那陈锋啥也不是。 我气愿地说,他也只能看着我玩沙沙,啥也做不了。 哈哈哈哈,健波也哈哈大笑,笑到后面,他突然间不笑了,我问他怎么了,他突然间跟我说,我和你说过事,你别往外说,这陈锋,家里有钱,但是他做的事不太正派,听说他家里做了一家玲珑饭工的美容按摩店。 你也知道这种店,明面上是美容养颜按摩SPA的,但是实际上会有一些猫腻。 我瞅了他一眼骂道,这种地方,本身也就有那种服务,有啥好奇怪的,其他东西来钱不快啊。 他想了想说也对,还说陈锋答应了他,以后有机会,带他进去,也做做美容之类的。 我就笑着说,那你就跟他去吧,难说还能找个对象呢。 去你的。 他笑着骂我,隔天我开车路过的时候,还特意对那玲珑饭工美容店的店面多看了几眼,因为我在车里,里面的人也看不到我。 我还想着,这陈锋不就是仗着家里面有点小钱,然后开了这么个带颜色的场所,赚一些黑心钱吗? 这地方要不是有了上头的打点,肯定开不下去,我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看了几眼,还真别说,就光是迎宾的姿色都很不错,更不要说前台,服务生等等了,清一色都是大美女,甚至有几个大美女。 不知道是盲人还是什么,用黑纱蒙着面,洁白的脸蛋,搭配着黑纱,看起来极其的诱惑,我这才注意到了上面还有广告横幅盲人按摩,我恍然大悟。 原来,这地方不光光是有普通的精油star,按摩,还有这种专业的盲人按摩啊,不过就算是这个盲女,姿色也是数一数二的啊,真不错。 难怪这地方是销金窟,就看门口写的一小时一百九十八的按摩消费。 就知道这地方很赚钱,一个十八线的小县城里,普通人一天的工资也达不到二百啊,过了几天,我发现妻子还是老样子,对我不冷不热的。 夜里却总是做梦,梦到跟陈锋做,我就奇了怪了,我老婆是中骨了吗?就想着跟别人,不跟自己老公。 我每次和她正经的办事的时候,她就跟死于差不多,反倒是她在梦里梦到跟陈锋,她就热情似火,嘴里还说着什么按摩享受的词语,使劲按。 我可以承受就这个位置,用力按我的预备,很舒服,我喜欢你。 听得我每次夜尿的时候,都把持不住,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好同学建波,顺便请她大吃了一顿,她喝高了以后,这才告诉了我一个秘密,你老婆沙沙跟陈锋这段时间见过面。 我吃了一惊,什么?我每天守着她,每天下了班就看着她,她那儿都去不了,不可能的事。 怎么不可能?我做装修的,我亲眼看见的,就在玲珑放宫里面,借着美容的名义,陈锋和她见的面。 我当时还假装没看见,赶紧逃了出去,怕那里的经理认出我来,不给我结算工钱。 建波说完后,我直接炸开了锅,我掐着她的脖子,怒骂道,去你妈的,老子请你吃喝,你咒我老婆出轨。 我他妈掐死你,建波被我掐得脸红脖子粗,整个人都快昏死过去,也就是饭店的老板赶紧过来,招呼着服务员一起拉开了我们。 不然,这建波真是要被我给掐死了,去你妈的吧,你个绿毛龟活该当一辈子绿毛龟。 告诉你,你还不信?这顿我请你吧,不用你的臭钱。 建波气呼呼地甩下两张百元大钞,扬长而去,回家的时候,我还在生气,生的是建波的气。 他们这些我的大学同学都觉得我配不上林莎莎,所以语言里重伤我,因为他们泡不到,所以他们眼红才重伤我的。 可是林莎莎下班回来晚了,我就问她,你去哪儿了? 她告诉我说,哎呀,我这些天感觉皮肤没什么弹性了,也没吸引力了,这不是怕你对我没兴趣了吗? 这几次,你都说我没什么兴致,所以,我就去美容院里办了个年卡,以后多去美美容,让皮肤好一点。 到时候,肌肤吹弹可破,也让老公你对我更喜欢一些,不好吗? 我听了她这么一说,看了眼她的皮肤,确实啊,她现在皮肤有光泽了一些。 不过很快,我想起来剑波的话,我立马警醒地问她,你是去哪个美容院啊? 林莎莎眼神有些闪躲,哎呀,没什么,就普通的美容院,怎么了?难道你还嫌弃我乱花钱了? 我赶紧说不是,可是,我却留了个心眼,第二天,我请了个下午假,然后偷偷地去了老婆的单位,然后偷偷地跟着她,这才发现,她也是提前早退了,然后就直奔美容院去了。 照理说,普通的美容院,我觉得都没啥问题,可是,她进的,却是陈锋开的那一家玲珑饭工啊。 我当时就紧呆了,内心里都是剑波跟我说的那句话,陈锋和莎莎见面了,按照莎莎每天晚上都和她做梦梦意的规律,我敢担保,莎莎想跟陈锋做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下子,真的是如愿以偿了。 那我的头上,那可就直接是青青大草原了,我气急败坏,就想去当面抓住这对狗男女,可是,我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陈锋,而莎莎呢,则是正儿八经地去里面做美容去了。 我觉得十分的奇怪,就假装是普通的顾客就进去了,然后偷摸地溜到了里面去,我看到了给我老婆做美容的是个盲女。 按摩的手法和美容的手法都很利落,没有一点拖泥带水,拿精油,按,抹瓶,按,晕开,手法是一流的,而按摩师傅,那个盲女也是十分的漂亮。 我看她,我看她,也是拖得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雪纺衫。 看得我心惊肉跳的,妈的,这个盲女,我感觉比我老婆还要对我的诱惑大,再看下去,服务员发现了我,肯定要把我赶出去不可,要是被莎莎发现我跟踪她,我不但抓见不成,反而被她误解,那就不好办了。 到时候,万一离婚是我的责任,不但我的工作要被她举报没了,到时候她还可以名正言顺地跟陈峰那个狗男人在一起,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晚上的时候,我找了一下健波吃饭,健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上次骂了她,可是我一再道歉,并且还表示可以请她去五星级的大酒店里面吃饭。 她这才笑了气,然后说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到了五星级酒店吃饭的时候,健波看我态度诚恳,就说了句,行吧,看在你有个漂亮老婆的份儿上,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你了。 是是是是,薄哥,你对,你对,当时都是我的错。 我谄媚地笑着,然后跟她打听有关玲珑饭宫的消息,顺便提了一下那个盲女的事情,她狐疑地看着我,然后问道,你是不是去过玲珑饭宫呢? 不然,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我挠着头说,是。 是去过,这不是一知半解吗?所以,我这才想问你来着,到底我老婆莎莎和陈峰啥时候见面的? 我咋就不知道呢?哼,你小子啊,还是不信我。 所以跟踪了一趟,然后没收获,对不? 健波说完后,我立马一拍大腿说道,对对对,波哥你说得对,我还真是一无所获。 请你指点迷津啊,不然我这绿帽子戴的,不明不白的,我又抓不到他们的把柄,这可怎么办啊? 哼,健波冷笑着说,也难怪你抓不到,那地方是尽监控的,你偷偷跟踪倒是没什么,喜欢看美女的男人多得事,他们不建议有人偷看。 但是,你要是敢拿手机偷拍,或者拿别的监控设备偷拍,你就完蛋了,腿都给你打断了扔出去。 他一说完,我冷汗都流出来了,妈的啊,原来这么回事啊,我说怎么,我一路跟踪都没人阻止我,原来人家门清啊,只是人家不愿意抓着我而已,并不是他们没发现我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了,其实,那里的后门是有暗门的,每个房间里也是有暗门的,甚至是,那个按摩的手术台上都有暗格子,可以往下通往地下室。 我听了以后,一阵阵地吃惊,他还告诉我说,其实那个盲女不是真的盲女,而是假的盲女,只是装成那样的,为了某些客人的趣味。 而且有些客人,包括女性客人,在按摩的时候,不喜欢被人看到自己的隐私,刚好按摩师傅是个盲人,那就再好不过了。 健波告诉我说,他其实知道,那里不光是有女的盲人按摩师傅,还有男的盲人按摩师傅,并且也是假冒的,不是真的瞎子。 我听了以后,惊呆了,还有这样的操作。 健波还告诉我说,他有个老乡,之前就在里面干过一段时间的盲人按摩师傅,赚了不少钱以后,就跑路了,这事儿,还是陈锋给他联系的活儿呢。 这件事,他谁都没说过,包括其他的同学,也就是因为今天喝大了,才告诉我,还叮嘱我,不要说出去。 他还说,要不是看在你老婆,都快把你绿成绿毛龟了,还有我们这些大学室友的铁把子关系,我才懒得管你呢。 听了他的话,我冷汗直流,我就问道,那我怎么办啊,我可能已经被莎莎给绿成绿毛龟了,但是我没证据啊。 抓不到他,万一他和陈锋联合起来,那我怎么办,万一离婚,我辛苦了一辈子买的房,岂不是还得分他一半? 不行,我不甘心啊,健波摇了摇头,何止是你,我也不甘心,你小子跟莎莎交往的时候。 陈锋这兔崽子,就跟莎莎藕断丝连,你小子还能一直戴着绿帽,也不在乎,可你都结婚了,陈锋还这么欺负你,各几个我们都看不惯。 你放心,这事我管定了。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可以这样,然后这样,过几天,我利用自己的上下班时间便利的关系,跟领导多请了个假, 每天提前两三个小时下班,中午也出去溜达两三个小时,等于一天有个五六个小时在外面,领导看我一直是兢兢业业,也不管我就同意了, 而健波直接就联系上了那个以前做过盲人按摩师傅的人,把我脱关系给弄了进去,进去了玲珑饭宫里面,当了一名盲人按摩师。 当然,我是需要蒙着眼睛的,即便我不是盲人,我也看不太清楚,因为这个黑纱,我确实看不清楚,只能看清前面来的人与否。 但就算是这样,我也能距离真相更近一步,我知道守株待兔的重要性,在这里呆了一阵子,我渐渐地发现了陈锋来的规律,他有时候一个礼拜才会来一次, 有时候两个礼拜都不来,因为他的声音我能听得清,我来这里工作是用的假名,他们又不查身份证,我进来以后就蒙着眼睛。 哪怕我能从缝隙里看见他,他也认不出我来,第一次当盲人按摩师傅的时候,我就经历了一个中年妇女,虽然是妇女,但是前凸后翘的,就是脸蛋丑。 我按摩的时候,这妇女还在那里指挥我,搞得我脸红心跳的,我无语得很,我是来调查老婆出轨的事情的,不是为了干这个的啊,她指挥我按这里,按那里的,很是让我着急上火,回到家,老婆还没回来,我就自己去了卫生间一趟, 实在是被那个老妇女给弄得我有些不上不下的,终于等到那么一天,老婆莎莎来了。 她听从了盲女按摩师的建议,说现在有了一个男性的盲人按摩师,力气大一点,按起来也舒服一些,莎莎听了建议以后,立马选择用我,我听了莎莎要聘用,我去按摩她,我就想笑,妈的,这是什么操作, 老夫老妻,在异地,做着夫妻的事,太离谱了吧,不过,我还是尽职尽责的,去做好自己的事,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指了指自己的嘴巴,代表我不会说话,同时也是瞎子,沙沙无语的叹气道,怎么搞的,我以为只是盲人而已,怎么还是个哑巴,那你能听见吗? 我点点头,能听见就好,待会儿你听我指挥就行,沙沙急切地说,好了,脱了吧,我有些皱眉,这什么意思,沙沙每次都要脱,不管了,反正也就只是外套而已,脱就脱吧,于是我就把外套给脱了, 我生怕让她发现我的身份,特意把灯光给调成了暧昧的紫色,让她根本看不清我的身材,认不出我来,我一边暗,一边听着沙沙的声音,我有些无语了,沙沙就是沙沙,性感女神, 就算是身为按摩师的我,都有些按捺不住了,渐渐地,沙沙她就睡着了,她甚至把自己的裙子都给脱了,我是真的什么都能看见,我就无语了,这不管是哪个按摩师都能把她看光啊, 最重要的是,这个死女人,她居然睡着了,她居然就这样暴露着,睡着了,我气死了,这要是换了其他男的按摩师,她不就完蛋了吗,谁忍得住啊,在外面就这样一点都不爱惜自己,难怪她天天能跟陈锋在梦里面,给我戴驴帽,气得我够呛,反正我也忍不住了, 我就直接趁着她睡着了,就那样了,完事后,那个女按摩师进来了,她不是盲女,她看到我的所作所为,骂了句, 你搞什么呢,你疯了吗,你才来几天啊,就敢弄这么久,差不多就行了,懂不懂规矩,万一被顾客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这里就要停业了,到时候我们就都没了饭碗了, 你这个杀笔,她骂了我一顿,然后摘下了自己的黑色面纱,我能清楚地看见,她不是个瞎子,而且是个很美的美女按摩师, 我连连道歉,然后给莎莎清理干净,然后给她穿上衣服的时候,这时候,盲女按摩师开始催促我,让我赶紧出去, 我很是奇怪,她说,看什么看,我来处理啊,不然这里乱糟糟的留下指纹什么的,你会处理, 没见过你这种杀笔新手,不会也不知道问,不知道是谁把你介绍进来的,跟阿峰比差远了, 盲女按摩师把我骂了出去,然后我就只能灰溜溜地去了一趟厕所,洗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脏污,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居然听见了那个房间里又传来了沙沙的声音,怎么回事,为啥又有声音了,不是说盲女按摩师在那里处理现场吗,这是怎么回事, 我气急败坏地,想要冲进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传来了一个声音,黄林,你怎么在这儿, 我当时忘了戴黑色面纱,身上也换了平时的便服,打算离开了,所以没暴露我在这里工作的事实, 因为叫我的人是陈峰,他居然认出我来了,我也太疏忽大意了,居然被他发现了, 可我着急的是,为啥那个盲女按摩师进去了,沙沙就会传来奇怪的声音,这是为什么, 见到我要闯进去,陈峰赶紧拦住我,哎哎哎,黄林,你别乱闯啊,人家客人在里面消费呢,别乱来, 你想要消费,我可以下次请你啊,带你来,你自己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是不是剑波告诉你的, 说着,陈峰就把我给推了出去,一路到了会客室里面,陈峰就点烟, 然后给我一根烟说,黄林啊,你出来玩,傻傻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种地方,其实不怎么干净, 我哼了一声,陈峰,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地方不就是你开的吗,陈峰笑了笑说, 你不抽,那我抽,我没否认,这里是我的,但不是我开的,是我爹开的,我可没想开这么个地方, 我怯了一声说,还不都一样,陈峰说,随你吧,可是你这样,就对不起莎莎了吧,你在外面这样乱搞,他知道了,你怎么解释, 不过,碍于我们是同学,是兄弟,我可以帮你隐瞒,但就这一次, 我一听,心里就不爽了,马的,我是来抓你和莎莎的奸情的,怎么反倒是,成了你帮我包庇了,可他都这么说了,我还能反驳他不成,只能下次找机会了, 他现在发现了我,我感觉,以后想抓他就难了,陈峰又问我,你怎么会去那个房间的,你难道也看上了那个盲人女按摩室林烈? 我嘴硬地说了句,是又怎么样,我怕暴露了我男按摩师身份,陈峰黑黑地笑着说,你可真会玩,这个林烈确实有点不一样,不怕告诉你,刚刚那个房间就是林烈和别的顾客在,呵呵,你懂得? 我听了她的话,我不由地冷笑,还想骗我,我是没抓到你而已, 不过,我告诉你,林烈你可千万别碰啊,陈峰说道,那林烈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啊,我问她,啥意思? 她不就是个盲女吗?陈峰黑黑地说,她可不是个盲女,她不是瞎子,我假装惊讶地说,什么? 陈峰说,她不但不是个瞎子,而且还是正常女人,她不但是正常女人,而且还是个正常男人,我愣住了,问她,什么意思? 别发神经,陈峰说,你没听说过雌雄同体吧? 在唐代还是宋代,有一个尼姑庵里面,就有一个尼姑,就是雌雄同体,然后里面很多尼姑怀孕了,这件案子好戏是惊动了很多人,因为从来没有男人进去过那个尼姑庵,他们又怎么怀孕的呢? 后来就查出来,其中有个尼姑,就是这种情况,是女人的外表,可是,却又有着男人的特征,听了这个话,我直接惊呆,我大叫一声,什么?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女人,那是女人 我跑了过去,掐住了她的脖子,我想起来里面传来了沙沙的声音,我惊呆了,完蛋了,沙沙她,她不单单因为男人把我绿了,还因为女人,还把我给绿了 你疯了,黄林,快松开我,我喘不过气来了,你想掐死我了,你这个疯子 陈锋怒骂着我,然后松开了我,我已经跑了出去,等我跑过去那个房间的时候,盲人女按摩室已经结束了,我狠狠地推开了她,并且把她给掀开了裙子,我发现了跟陈锋说的一模一样,她看到我发现她的秘密 怒瞪着我,骂道,你有病,你是不是想死,你妈的 她很有劲儿,想打我,可我看着睡在梦中被人给欺负了的沙沙,我就气急败坏,而且还是被个女人 气死我了,我直接给了盲女按摩师淋淋一个嘴巴子,我怒道,去你马的 她是我老婆,我要告你,我要告你们这个美容院 我抱起了沙沙,陈锋这时候和其他的保安冲了过来,要拦住我,可是他们挡不住我,我指着陈锋怒道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开的这么个破店,你绿了我老婆,我就是不跟她离婚,我气死你 你还让她来干我老婆,你可真是有种啊 陈锋你就是个变态,也是个畜生,我要报警抓你 我冲出去以后,陈锋也没敢拦着我,那个盲女林林都惊呆了,我回到家后,把沙沙放下 我在浴室里洗澡,一边洗一边无语地想着,这该死的一切 我不单单被男人绿了,还被女人绿了,还是那样的一个大美女,居然有着男人的状态 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我打算离婚了,沙沙已经不干净了 甚至可以说的是,她真的是已经很脏了 经过这件事,我通过剑波和她的朋友作证 以及我亲身经历,还有一些我拍的照片,我拿去交给了法官 所以陈锋和林林这些人,想不认账都不行 他们涉嫌的违法犯罪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 最后玲珑范公关门大吉,我和沙沙也成功地离婚了 当沙沙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全部的事情以后 她甚至跪着求我,求我不要离婚 我告诉她说,我觉得你很脏 你不单单跟陈锋有一腿,还跟那个林林 就那个女的有一腿 而且,林林静看守所的时候,当地的民警给她做过体检 她因为滥交的缘故,早就感染上了HMV,你也早点查一查你自己吧 我查过了,我运气好,我是没事,你要是出雷事,我可救救不了你了 林莎莎当场脸色煞白煞白的,也不知道陈锋是作恶多端,还是因果报应 因为林林的HMV,在那个美容院里的很多客人 还有陈锋自己,也都感染上了不同程度的HPV和最致命的HMV 反倒是林莎莎,这个懵懵懂懂的傻女人,居然运气好,没中HMV 可是她因为恐爱而导致了她疯疯癫癫的 过了几年后,我去她老家问过她母亲 她母亲说她进了青山精神病院治疗 而说到健波和那个也做过盲人按摩师的朋友 我跟健波提过艾滋病的事 她朋友立马去检查了,也运气好没中招 也说以后再也不会去那种地方工作了 健波和我,还有她朋友,一起喝着酒 哈哈笑着,回忆着当年的女神林莎莎 当年的校草陈锋 怎么会是这样的下场,也许都是咎由自取吧